這個世界應該上禮拜就平息了 可是不願意平息的是誰 好像就是口一哥自己 因為他自己就在臉書上 又發文為自己暴躯解釋 他說我每天起床 看到我老婆在充氣床上哭 我們為何要被這樣的對待 其實不要被這樣對待很簡單 你不要去不就好了 他說第一個 有沒有資格擔任這份工作 我向來盡最大的努力 以對得起國家 給我一個表現的機會 然後講光這第一句回答 就非常的吳英寧 這跟吳英寧的回答方式 是一模一樣的 人家問你有沒有資格擔任這份工作 你告訴我你盡最大的努力 這個好像達非所問 然後薪水真的有這麼高嗎 他意見就非常多了 薪資在扣除醫療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所得稅 還有貼補房租 然後及其他外派花費後 實領只有15萬左右而已 拜託 有人是這樣算自己的薪水 我要扣掉所有我應該的花費之後 剩下才叫我實領的薪水 如果要這樣算的話 大部分人的薪水 其實大概都只有原來的幾分之一 可以這樣去算了嗎 何況他裡頭很多是國家 直接給他補助的 然後第三 這份工作會不會造成文官 跟政務官的對立 然後說政治任命 跟常務文官的對立 根本就不存在 希望外界別說我是被酬庸或是不適任 根本都不存在嗎 可是這次很明顯 外交系統非常多人反彈 因為你這個政治組組長 以前都是由事務官 也就是常務文官來做的 現在就做了一個政治任命 真的沒有這樣的對立嗎 當然也有媒體的小編看不下去了 他就說小編月薪沒那麼多 也要扣保險 所得稅 租金等等 然後這個口音哥居然還不停止 繼續回應 他要跳出來說 但是你不需要繳完台灣的房貸或租金後 再繳美國的房租 也不用繳完健保 再繳最貴的醫療保險 我覺得這個回答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這個人 第一個EQ有點差 第二個不知道在亂扯什麼東西 因為你自己的台灣的房貸跟租金 那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要去買房 那是你的事情 跟別人有什麼關係呢 你美國的房租 不就是外交部幫你付的嗎 那你醫療保險 外交部不是也有給你補貼嗎 所以這當然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那當然我們的借文貴 借大使就看不下去了 他認為你口音哥 說自己能力這麼強 結果你連自己的薪水 有多少都搞不清楚 你還敢發文 光這點就不夠資格做外交官 那借大使說 新鳳當中應該包括了 新鳳主管家籍 地獄家籍 因扣包括了公保費 健保費 所得稅 退府基金等等 然後外交部並沒有扣除 口音哥所寫的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及外放衍生的花費 那房租是新鳳外的津貼 才時報時銷 也就是口音哥在美國 租了多少房子 其實外交部是實質全部補貼的 那每年還有年終加發 及烤機獎金 穿裝費 本券機票費 且配車油錢全額補助 那這一些口音哥全部 我不知道他是不知道 還是故意忽略 那如果連自己的薪水 都搞不清楚人 適合當外交官嗎 然後更荒謬的就是 他的老闆外交部長吳釗燮 要出來幫他忙 結果反而是倒打一把 為什麼呢 吳釗燮說 外交部以一等之一聘用照 那續薪比照九十等 本縫五千八加幾一千二 更為七千美元 七千美元是台幣21萬 跟他講的15萬 好像有點差距了 然後他說 他不能領眷屬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也沒有考期獎金 不休假 加班費 薪水並沒有比同等外交官多 可是他並沒有否認 但介大使講的其他這些費用 表示這些費用還是存在 所以這個薪水 居然在外交部的薪水 可以變成一個羅生門 這讓我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 然後我覺得口義哥 你要脾系這個爭議 非常簡單 你閉嘴不要再講話 大家就會忘記你 第一個口義哥跟吳釗燮部長 兩個人都沒把問題搞清楚 狀況事實 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出來講就講的 大家越來越無煞煞 根本不曉得在講些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一個外交人員 或者任何一個公務人員 他領多少薪水 在他的新奉單裡 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他每個月會收到 自己的新資單 每個月都有一份 我在寫臉書的時候 我就叫我泰說 你把我那個新奉單拿出來看一下 你怕你記得不清楚 還把他拿出來再看一下 因為我們做外交官做久了 事實一定要正確 你如果事實搞不正確的話 講錯事實的話 你的將來的交涉對手 根本不信任你 你就不是 我說他不適合做外交官 就是他連事實都搞不清楚 就敢白紙黑字 到臉書上向天下 糟糕天下講一件事 這個受過訓練的外交官 絕對不幹這種事 而且任何一個高階的外交官 世界各國來講的話 都不會允許他這個高階的外交官 在自己的臉書上 談這些他自己公務相關的事 這是違規的 所以他沒有這個認知 做這個事 然後他真正的薪水說實話 要跟他比序 是什麼樣的一個官等 官職要講清楚 所以吳釗燮出來講了 這一講 所以他是久職等 久職等 他續心比照久職等 因為我們在算的時候 當然是以他的 駐外的政治組長的 這個官職官等來續心 他現在他說久職等 另外他是以一等之一聘用 這裡面就冒出一個最大的問題 因為部長講話要負責 聘用是不能夠擔任 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這個職務的 因為照外交部的法規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的 政治組組長只能夠任用跟派用 也就是說聘用 不能用聘用 聘用就等於說你是臨時性的人員 我跟妳簽一個約 每年簽一次約 這種聘用人員限制很多 他能夠做什麼 他可以做資役 可是資役是一年簽一次約的 然後他不能夠做主管職務 這我們在外交部 服務這麼多年來 這都是我們的嘗試 所以政治組組長是一個主管職務 主管職務 而且他必須要有公務人員資格的 還是這件事情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做了修改 這個裡面如果做了修改的話 那就抵觸母法 因為行政機關他可以 他定他自喜的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有一個原則 你不能抵觸母法 所以聘用人員可以做 這個常任文官的職務 基本上就抵觸母法 如果外交部內部修了一個 相關的所謂的行政規格 把它打通的話 這抵觸母法 就應該是無效的 這裡面就牽涉到了 外交部的人事處把任何人事任命 他要報到行政院人事總處 然後行政院人事總處 最後還要報到考試院的權序部 給他一個權序 這個不是一個單一機關 吳釗燮沒有搞清楚 他單一機關就可以這樣幹 可是為什麼這個事情到現在 其他機關都不講話 我覺得這裡面就變成了 目前的政府 最該解釋的就是人事總處跟權序部 為什麼他們不出來解釋 這裡面我是建議應該監察院 應該立法院 應該舉行公聽會 你聽聽學者觀 專家的看法 然後你成為道業委員會 叫外交部把所有的人事資料 通通調出來 人事處在基本上 吳釗燮下個命令說 你把我他放在什麼位置 人事處的時候 要把法令拿來看一下 行不行這樣做 我們在外交部這麼多年來 我們很多同事都說 不要說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例子 口譯歌例子 連聽都沒聽過 如果可以的話 過去50年 為什麼從來沒有一個口譯歌 可以從這個外交部 沒有經過外交特考 一下就跳到 一跳到駐美代表處政治組長 過去一個人口譯沒有這麼厲害 沒有這麼厲害 這個只是從法令方面來講 從實質上來講的話 說實話 我看了他的FB的貼文以後 我覺得他真的不適合這個工作 對自己的角色認知都不清楚 這個只是說 他對於他的專業到底 能不能夠做得好的一個展現 就是你的政治判斷 此時此刻大家質疑的是 你的薪資過高嗎 這是最嚴重的問題嗎 恐怕不是 大家認為的是說 你的資格到底符不符合這個職務 可是你卻花這麼大的篇幅 去解釋你的薪資沒有那麼多 其實你扣掉了這些稅 扣掉這些保險 最後只領了15萬 不管你是領15萬 或是你是領28萬 如果在國家的制度上 你合法合規的話 你就算領35萬 它也不是一個大問題 台北關係要有大的變化 是不太可能的 它一直都在一個框架下進行 因為它不是單獨獨立於 整個世界國際環境之下 區域環境之下 所以大的變化 是不太有可能性的 可是趙宇祥就是要去推動 這個大的變化不是嗎 他現在這種做法的話 基本上就把台灣的外交 從民主外交 把它退後變成宮廷外交 你知道這種宮廷外交 是非常不可取的 為什麼 如果說民進黨不信任 國家的專業文官的話 這是我們國家的危機 因為專業文官 基本上是保持中立 它是效忠於國家 它不效忠任何政黨的 它要遵守法令 如果這個指揮是違反法令的話 它可以不必遵守 因為它是效忠國家的 對國家的認同 是要絕對絕對的忠誠 為什麼會搞著民進黨 對國家的文官不信任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為什麼不信任國家的文官 尤其駐外的話 基本上你降在外 你就要信任他 那怎麼會對自己的國家 長期培養 認同國家 像愛國的這些職業外交官 為什麼不信任 那是不是有個人的因素在裡面 對不起 今天國家是所有中華民國國民的 所以任何國家基本上 不管你誰當總統 誰當院長 你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 所以我們要有民主制度 我們的推動的所有的外交 基本上要是民主的外交 而不是宮廷的外交 宮廷外交 19世紀人家就已經在摒棄了 怎麼會到今天 我們還會有這種宮廷外交的想法 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這國家大倒退 如果說總統不相信自己的國家 培養長期培養專業文官的話 專業職業外交官 拍個自己的代表去 這個在國際上給人家的觀感 是非常非常負面的 我可以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像日本 像韓國 像新加坡 這些我們在亞洲之外 會發生這種事情 日本絕對不可能 日本連大使都沒有政治任命 他非常相信他自己的文官 誰上來都非常相信 我在外交服務那麼長 我看到日本的職業外交官 基本上素質都非常好 就跟我們一樣 從基層一層一層爬起來 沒有日本的政黨天天在輪替 哪有說一個政黨上來 就要派自己的人到自己的外館 這是把國家的國際形象往回拉 AIT基本上這些 他的官員的發言 我只能說 有一點有違我們外交上的長軌 在很多上軌道 有尊嚴 有體制的國家的話 基本上對這樣子的發言 如果是屬實的話 會提出嚴正的質疑 已經寫在臉書 已經屬實了 已經寫在臉書了 所以這是我認為是 有偽外交的長軌 我們如果有尊嚴的國家 我們應該說 川普領導的美國政府 可能會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們是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AIT的政治主主長是菜鳥 他是故意的 所以我跟賴老師看不到臉書說 他不是個人身分 你看剛剛主持人講墨劍那些 那些都是美國的外交 我是故意的 我是要告訴台灣 只有我可以干預你的選舉 其他國家都不行 中國道路也不行 只有我能干預你 你所有人都要來跟我interview 柯文哲三月就要去 誰敢不來 滿久的當你有沒有去 蔡英文有沒有去 都有去 所以只有我能干預 你們其他人都不行 主持人 我要提一下 這個是我還是比較建議 口一哥的個人 我補充一下 因為他的這個誠譴跟蹲典 這個東西我講難聽一點 我有打個問號 我真的合理會 他是不是信淨之圖 我們以後的觀眾朋友考生 你先解釋一下這四個字好不好 信淨之圖 走後門 靠關係 這個裙帶觀的 Neputus 這個樣的不可取 這個名詞現代人很少用 對 這個當然要有點學問 大家看得懂 我的意思是說 你蔡總統當年去批評馬英九說 外交人員不知為誰而戰 不知為何而戰 現在你們去考 外交特考人都是笨蛋 不要學借大使 借大使那個路是錯的 那是不應該 但是這種信淨之圖 他的特色是什麼 第一個 他的專業素養一定不夠 他的本質學能一定不夠 然後他帶不動下面的人 剛剛我還要解釋 那下面的 沒有人會信你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是走後門進來的 沒有人會聽你的 你也帶不動 但是很悲哀 這種人升遷特別的快 我最後的結論 苦幹實幹 在我們的文官體制 其實是廁止查辦 大混小混是一帆風順 這非常的不應該 2018的時候 我們是滅東廠 那時候的初轉會 2020很簡單 你如果政黨輪替 口一哥就回來了 不要跟趙天穎阿Q 要辯論贏他很難 牛肉麵瘋疹 你2020對不對 嚇死我講對不對 不要跟他生悶氣 你2020政黨輪替 他自然就下來了 這是唯一的方法 現在如果召回他 對蔡總統的選舉 是有幫助的 你如果蔡總統一意孤行 無招卸說 我就算用他怎樣 我們不幹什麼 我只能口足比拔罵你 但是2020選票決定 口一哥就回來了 所以2018年吳一寧下台 2020口一哥回來 那是民進黨逼我們的 美國美國 有跟班牆 都沒甚麼 是